嘿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來跟各位分享 報廢的行動電源上面的電路板 要做測試 要該準備一些什麼材料 還有要如何測試 今天分享給各位 還沒訂閱的朋友請幫我在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你們先準備一台三樣電錶 它切到歐姆檔 我們先來做一個基本檢查 因為我們這次會用到 18650的鋰電池 這個鋰電池最怕短路 短路會爆炸 你們要注意 注意這些器具有沒有短路 我們先來測電路板 這樣子 不會叫 我們現在先來測這個 電路板我們來測一下 看它有沒有短路 沒有短路 好 那我們再來測電子盒 電子盒的正路 都沒短路 都沒短路 端子盤也可以測 我們每一點都可以給它測 都可以測 這前後是短路的 前後是要通的 左右是不能通的 這是端子盤 那你們要買端子盤 大概要選 3安培的就夠了 因為我們的行動電源 最大也 2安培就很大了 還有這個是那個 電壓電流表的測試 經過這一台USB 它會顯示電壓跟電流 這個是我們一般 充電器的插頭 還有充電線 好 經過簡單測試之後 這個電表線 就暫時先不用它了 接下來我們要做一個 線路的連接 我們要先把這個 行動電源的 電路板要把它連到 這個端子盤上面 基本上就是 接我們是些 接最外邊就好 黑色的話就是附的 正極極不要接反 那紅色就接最外邊這邊 記得要鎖緊 然後鎖的時候不要鎖到電線皮 鎖 鎖的時候鎖到底這個銅線就好 銅線鎖在裡面就可以 好這樣子我們的線路 大概已經組裝好 再來我們是搞 搞這個USB的 再來就是把這個蓋子蓋上去 怕短路我們就把它接上去 那我們那個充電 充電的 充電的頭 把它接上去 我們充電的頭 都是接中間這個位置 那這次要順便測一下電壓電流 要經過這個電壓電流表 好這個蝦皮一個賣50塊 很便宜 很便宜 如果有興趣的話 我再把連結放在說明欄 然後這個插頭就插上去 然後USB USB就接上去 這樣子 然後最後就是把那個 18650的電池放上去 它放上去 它這個是平的有沒有 兩面都平的 你們看上面有做記號 正極在上面 配合這個上面是正極 然後就裝上去 不要裝錯了 正極對紅色的線 然後我們再稍微看一下 全部的狀況 這個電池接到端子盤 然後接到保護板 然後接到充電線 接到電壓電流表 然後最後要到插頭 那我們就來送電看看 我送電看看 我們看上面電壓 電壓 右邊這個是 右邊這個 看起來很像U 這個是 它會切換 這是A 右邊這一碼是A 這是5.6V 電流是0.45A 大概0點多 大概它這個電 這個電池 大概電池已經快要重薄 它就會0點 0點多安培 好 那這樣子 這個是充電的狀況 那我們等一下 我們現在來測 那個 放電的狀況 放電的狀況 我們一樣先把 先把電源關掉 這個 這時候就是把這個接頭拔起來 然後把這個 充電的頭拔起來 那放電的話 它現在放電的話 就是這兩個 這兩個USB的孔 隨便一個都可以 我們先測一個看看 這樣 這是放電 放電它會顯示出來 那這個東西就去接 接那個你要充的東西 假設我這個行動電 那個什麼 藍牙音響 要充電 把它插上去 我插上去沒有電對不對 那你要回到 這個行動電源的電路板 上面有一個開關 按一下 我按一下它就開始 電就進來 我拉遠一點 好 那電就是從 這個 電池嘛 經過端子盤 然後經過 保護板 然後保護板 它會升壓嘛 升到3.75 這個是3.75 升到5V 所以它電壓會顯示 5V左右 5.1V 我把 螢幕拉近 我現在大概 3.0.36 0.34 安培 大概5V 5.06 0.34 0.34 這樣子 表示說我這個行動電源 充這個 這個 藍牙音響已經 幾乎快充飽了 如果快要充飽 它 它有做一個電路保護了 它電流會放很小 如果你是正 正常要充的話 它大概 接近1A左右 好 今天的分享到這邊 喜歡我的影片 請幫我在 右下角按下讚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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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記錄 我們下次見 好 我擔憂 你的 我擔憂